其实就是这几行 所以其实以后 如果你们要参考的话 可以把这个当成是 就是你要取得 那也就是说呢 将来你只要手机上面有GPS 随时就可以移动到那个位置 那移动到那个位置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去抓那个 比如说你有一些database 你可以抓附近的坐标 然后再打标记 比如说哪一种标记 吃的话可能比如说 秀出一个什么 吃的一个碗的形状还是什么 然后买衣服的话 可以有什么什么衣服的形状 住的话可以有个房子 你就可以在上面打很多标记 那这个就是房仲他们现在做到 你画面上面看到的 他就是这样做的 那只是说打标记 真的比较麻烦一点 那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上面这几行程式 location overlay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取得我现在的坐标 那打地标实际上就是这两行 这两行 我把它放在一起 就是那个overlay overlay就是我在上面打一个圈圈的标记 那这个标记是预设的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抓你要秀的图 所以如果你把这两行 把这两行给 把这两行overlay的这两行建立图成这个 control加斜线 就是把它注解掉的话 你会发现我把它save 重新再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呢 刚刚那个圈圈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不见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 刚刚的圈圈 比如说我移动到那个位置的话 那个圈圈就不见了 那实际上那个圈圈怎么产生的呢 实际上就是刚刚那两行 也就是说 这个overlay呢 你将来如果要放别的图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dobble 就是外部取得那个图档 你就把那个overlay给取代掉 换成你要的样子 所以在那个 我在网路上分享的另外一个范例 这个GPS3的完成画面 然后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是打标记的一个 这个范例其实也蛮经典 就是在你的卫星地图上面插一个旗子 表示说这个地方你到过 我或者甚至你可以作为APP是我的旅游日记